嘿嘿 我把鼠标修好喽 这是雷蛇的ProClick 一款非常好用的鼠标 我在今年2月份买的一个95折的 应该是七天五里游退货的鼠标 买了一个礼拜就坏了 然后就退了 又买了一只 用到现在 现在是8月份 然后又坏了 问题是一样的 问题是用着用着 2.4G的灯不亮了 不能充电 插电 插线也没反应 但是这鼠标真的好看又好用 特别稳 而且是1000赫兹的回报率 那怎么解决的呢 用吹风机先把脚垫先给弄暖和了 然后用 改锥给它翘起来 用这种最小的六角螺丝刀 最小的 拆掉三颗螺丝 拧出三颗螺丝 咱们看里面 这是电池 海绵底下是电池 两颗绿色的微洞 这个滚轮很漂亮 然后右侧 右下角这个 左手小拇指这位置 是电源 把它拔了 再插进去 相当于给它来一个硬复位就好了 这个鼠标外面没有关机 没有开关机也没有复位键 这点差评 我怀疑是它里边的软件 有一些错误 可能给整死机了 雷蛇的做工还是很好的 看上去很不错 另外通过我拧螺丝 这个鼠标应该也没有拆过 通过这两次 鼠标出同样的故障 说明这应该不是一个个别案例 我在网上也搜过 也有人说过 但是没有人做过视频 我开始问卖家 卖家家说 好像也就保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就出保了 我买的是200出头 原价是500块钱 便宜了一半 本着破罐的破摔 有病乱投医的方针 自己拆了一下 我开始想过 就算是我拆坏了 拆坏了 也可以让别人修 花个180块钱 如果外边也修不好 我再买一个全新的 因为当时买这鼠标的时候 没觉得它好 只是想试一下 没想到用了半年 还真是好用 真是不错 我觉得比那个罗技的 Master 3和3S要好 那个回报率好像是500吧 这个鼠标特别稳 还有那个狗屁王 狗屁王有点小 有点轻 我这个不打游戏 主要是日常剪辑视频 偶尔玩一下 这个是特别适合我 虽然也是老鼠标 应该有个三四年了吧 我还是别拧那么紧了 拧紧了 以后拆不好拆 它这个圆螺丝 特别紧拧的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买全新的新鼠标 会不会还有这问题 我感觉可能还会有 估计也就一年质保 一年以后还得用这个办法 这里边东西还是很新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脚贴 还有小螺丝从哪买 总拆这玩意 这也容易坏 其实最好外边有一个开关就好了 外观设计的也挺好 这个正转顺时针是固定 那个反转 逆时针是拆解 给它加一下热 好烫手 这个脚垫回头再找一下 如果总是这么拆 一连拆两回 我估计得换螺丝换脚垫 总之能用了就好 说白了给它重新启动了一下 给它关机重启就好了 这有电池这玩意儿 说明雷蛇的软件 固件还是差点意思 按说这问题 通过升级固件就应该能升好 对了 回头我看看能不能 直接给它强刷固件 好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各位参考再见